很多民众搭乘过高铁 非常的舒适跟便捷 你知道吗 这个高铁上有这个陷阱要小心了 这位民众呢 在2280去假期搭高铁 从台北到台中 那么他穿了一件新衬衫 五千块钱 结果呢 竟然意外的被座椅上的把手扯坏 破了一个八公分的大洞 而尴尬的是 当天他有一个饭局 来不及换衣服 整场他都用手 想办法去遮住这个洞 他这边有一个那个 那个圆靶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 我就这样进去的时候 就破掉了 乘客郑先生气炸了 好好的一件新衬衫 多出这一道开口笑 五根手指头都能够穿过去 靠近中间扭扣裂开了 一道长八公分的破洞 五千元的新衬衫 也因此报销 罪魁祸首呢 竟然是安装在高铁座椅上 这个圆形把手 而且我做高铁座好很多次 我不晓得怎么会这么巧 就这么倒霉 可以讲说这么倒霉 会遇到这个事情 趁着二二八廉价 投诉者搭乘高铁 从台北坐到台中 衬衫意外被扯坏 露出肚子 当晚的饭局 害他又够尴尬 你看你一个这么重要场合的 一个宴会 结果你穿一个破衣服 对吃饭的主人 也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很不重视 这样 高铁乘客 高铁乘客衣服被座位 把手勾坏 飞头一遭 另一名女乘客 衬衫当场被扯开 赶紧用回文针 别起来 而虽然高铁愿意赔偿 这名乘客2000元 作为补偿 但每个月至少搭乘 高铁通勤的 这名投诉乘客 不解的是 座位设计 到底有没有瑕疵 这个圆形把手 怎么成了 勾破 乘客衣服 大斗的陷阱呢 昨天选夏军 陈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